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开始产生肩关节囊内的纤维化以及沾黏 进而导致肩关节活动受限 午时间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冰冻肩 因为疾病的进程就像是冰块结冰 第一期是结冰期 是肩关节正在发炎的时期 此时就像冰块正在结冰 会有严重疼痛晚上特别明显 第二期是冰冻期 肩关节开始进入纤维化以及沾黏 此时就像已经冻住的冰块 肩关节的活动度明显受限 但是疼痛在此时期会慢慢减轻 第三期是解冻期 肩关节的受限角度会逐渐减少 疾病会逐渐好转 综合以上资料 想必大家已经知道 午时间的核心症状就是肩膀疼痛 与肩关节活动受限 最初结冰期 整个肩膀十分疼痛 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工作 休闲娱乐等等 接续的冰冻期 则是会有肩膀僵硬 活动角度受限 大家在家可以使用两个简单的动作来测试 第一个动作是在静止前做手臂侧抬的动作 如果没有办法将上臂碰到耳朵 或是肩膀在做此动作时明显抬高 就表示可能有肩膀侧举受限 第二个动作是做烧手弄姿 如果手没有办法碰到后脑勺 表示可能有肩膀外侧旋转受限 如果手没有办法碰到后背 表示可能有肩膀内侧旋转受限 午时间的病人会有以上活动的限制 如果自我检测发现有肩部疼痛 与多个方向的活动受限 建议尽快就医 复健科医师在门诊中会进行理学检查 另外也会安排X光和超音波 主要是用于排除骨头 或是软组织等其他疾病 谈论午时间的治疗之前 要向大家解释一件事 先前在介绍午时间分级时 有提到午时间的病程会经过 结冰期和冰冻期 最后进入解冻期而自行缓解 那既然午时间会自己好 为何还要治疗呢? 那是因为自己好会卡固 卡是因为午时间症状会自己缓解 但是却无法恢复完全 最终还是可能会有持续性的关节活动受限 固是因为午时间症状自我改善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根据研究显示 恢复时间可能会长达2至3年 因此要及早接受复健治疗 才有机会可以使得疾病恢复时间缩短 而关节活动度也可能恢复得更好 后续会就午时间每一期的治疗进行说明 第一是结冰期 此时期肩部处于发炎状态 常常会有休息痛、睡觉压痛 以及痛超过手肘 此时期的重点为疼痛控制 可以服用消炎药物或接受肋固醇注射治疗 复健运动主要以轻微 且不造成严重疼痛的中摆运动为主 可以找一个坚固的桌子 使用剑侧手撑住桌面 让换侧手臂自然下垂 轻微的使用身体的力量 使其平稳的前后、左右或是画圈摆荡 尽量避免会造成严重疼痛的积极关节运动 当进入冰冻期之后 若发炎与疼痛逐渐减轻 可以开始尝试被动关节运动 如换侧前臂在桌面上向外延伸 撑开下方关节囊 换侧手抵住门框 身体向前移动 撑开前方关节囊 以及上方剑侧手使用毛巾 将下方换侧手向上拉抬 增加往内旋转的角度 另外 也可以搭配爬墙运动 让手指在墙上爬行 带着换侧的肩膀沿着侧面 和前方的方向抬伸 增加活动角度 最后 还可以搭配弹力带训练肩膀主动关节运动 举例来说将唐利带的一端固定在墙上 另一侧由换侧手抓住后进行肩膀向外旋转的力量训练 可以进一步提升肩膀的功能与肌肉力量 五时间的患者若能有耐心且循序渐进地接受治疗与积极复健 不仅疼痛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活动度也能逐渐恢复正常 找回健康的肩膀 我是陈大医院复健部许林杰医师 谢谢大家